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三雄 还有金融股的国泰金 护邦金 拉台这些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前置股来护指数 这代表是什么样的一个含义 虽然电子股有些的一个股票 包括华通这些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股票拉回 威胜 下沙破底甚至神盾 最近的一个表现都并不是很理想 包括批业公里放哪去 但是你可以看到通市资金 市场的一个资金 转进到货柜的三雄 包括金融股的一个身上 来互助的一个指数 把昨天的黑鸡棒给他完全 给他存置吃回来 代表的就是什么 代表的就是目前市场 华人的一个心态 积极偏多的一个心态 并没有改变 这一点我不是现在才告诉大家的 我从在去年15975.7张以来 我就告诉过大家 我说后市绝对没有背光或看坏的道理 我就告诉大家一定还会再跌破许多专家的眼镜 我相信今天你都看到了 尤其是你可以看到 接下来包括的一个下个月 又有这个computer台北的一个国际电脑转 还有下半年又是什么 AI跟AIPC要大放光明的一个时期 所以在整个经济的一个情势 都处在的一个相对有利的一个位置点上 那我问各位后市的一个行情会怎么走 我可以告诉大家一定是怎样 持续震荡往上看 涨多免不了会做一下的一个震荡 但是震荡过后 后面还会怎么样 还是会持续这个向上 而这一波的一个行情 我可以告诉大家还是老话一句 还会再跌破许多专家的一个眼镜 大家可以拭目以待 那如果你认同大兄的一个理念跟看法 也欢迎各位按赞订阅分享 开始小铃铛 让更多人可以看见我们影片 如果你有不同意见或想知道更多 或是有任何持股上的问题 也欢迎各位在底下留言 可以把你的一个问题 把你的看法把它写下来 或是直接私讯给大兄 那大兄也会亲自一对一 来解答你心中的疑惑 那么重点来了 今天旺海跟阳铭的一个涨铃板 很多人都在问 旺海阳铭今天涨铃还会不会涨 还可不可以抢 往往很多投资朋友 往往看到的一个涨铃板 都很兴奋 那还会不会涨 我倒是认为应该会涨 为什么还会涨 原因很简单 因为股价从过去2021年 当时候在300多块 一路的一个人 一路的一个修正下来 一路跌跌不修 足足的一个回挡修正 长达的一个将近三年左右的一个时间 那回挡三年左右的一个时间 那最近配合的一个 双脚打底 而且啊 而且啊 运价的一个上涨 原本市场预期啊 我还可能手机是损益两平了 但是脚出来的一个财报却是怎样 却是超乎市场上的运气 那既然超乎市场上的运气 所以为什么啊 最近能够迅速的一个 连美的一个 连美的一个反弹的一个大涨上来 啊 那么大涨上来过后 我认为啊 我认为他有反弹上涨的一个机会 啊 不过啊 大家要记住 毕竟他是建立在什么 啊 跌升的一个基础上 那既然建立在跌升的一个基础上 啊 所以如果说 你说你在这个地方 啊 你要 你要进行的一个强反的一个动作 啊 切记啊 第一个 啊 你绝对不能够最高 啊 要买也要等在什么 啊 等待拉回的时候 再来做考虑 啊 那么第二个 啊 就是手脚一定要快 啊 啊因为往往跌升反弹上来的股票来的快去的也快 啊 特别是啊 如果说我们啊 一形态来看的话 啊 然后上档啊 包括的一个啊 在75块啊 8块的附近啊 在这个地方啊 啊 相对的一个压力都比较沉重 所以像这样的一个股票 如果有反弹上来的时候 往往有时候啊 又会遇到一个什么 啊 获利 啊 获利的一个调节卖压的出笼 啊 或几套卖压的一个出笼 啊 所以像这样的股票 你你问我说还会不会涨 会涨 啊 但是 但是 要买的话 要抢的话 一定要怎么样 谨守地界不最高原则 这样各位同的吧 那但是大兄要跟他说的是 真正的一个主轴 哦 还是会 落在 AI 还有 AIPC的一个身上 为什么 哦 因为你想想看接下来啊 接下来的一个六月份 又开始 computer的一个电脑展要开始展开 那这次computer的一个电脑展会 市场会聚焦在什么地方 会聚焦在这个AI的一个PC 尤其三巨头 包括NVD大的一个执行长 哇 川皮夹克的一个男人 要来台湾 包括的一个什么 包括的一个超伟啊 英代啊 这些执行长 都要来的一个什么 都要来一个台湾啊 所以他们也都会积极的一个推出什么 推出的一个新品 包括的一个 IC设计龙头的一个联花科啊 也吸走NVD啊 合作的一个什么 WOPA的一个PC晶片啊 也渴望亮相啊 所以下半年的一个重头戏 可以说是怎样 AI的一个味道非常的一个浓厚 那么AI的一个味道非常的浓厚 所以你会发现哦 你今天看到的是什么 后卫三雄今天表现很亮丽 但是接下来你又会看到什么 哇 市场的一个法人 到时候又开始瞧瞧把资金怎么样 来卡位的一个这样 相关的一个AI 或AI的一个PC的一个概念股 所以在今年啊 也被誉为什么 AI PC的元年 明年要进入什么 爆发期嘛 所以包括这个英带尔在去年啊 所推出的一个这样 这个处理器之后啊 首款也搭载的一个 神经的一个这样 的一个处理器的一个系统啊 要实现的一个PC上啊 高效的一个AI加速 跟边缘推论的一个应用啊 包括超微也是推出两款的一个 商用的一个AI PC的处理器啊 所以下半年很多的一个各家厂商 都会主打什么 AI PC的一个新品啊 所以AI PC会造成一个怎样 下半年的一个换机潮的一个显现啊 然后再来 根据市调机构预估啊 今年啊 全球AI PC输货量 将可望达到4800万台 明年可望达到的一个突破1亿台 然后到2028年 可望突破2.05亿台 也代表说 这个的一个产业的一个趋势会怎样 会高角度的一个成长向上 那么既然会高角度的一个成长向上 那AI PC又会带动的一个 的一个产业的一个产品的一个升级 毛利率的一个大举的一个提升 所以我可以告诉大家 今天你看到的是货贵三强嘛 因为跌升的短信都有反弹的机会 但是下半年真正的一个主战场是在什么地方 AI跟AI PC 那AI跟AI PC 怎么样来做掌握啊 如果你是具有中大资金的投资朋友 像我有些的一个客户啊 哇资金有的是几千万或好几亿啊 的一个企业家的一个老板 那么当然这些的一个大资金的客户啊 他们喜欢做高价股 那喜欢高价股 所以我会特别针对 中大资金的一个投资朋友 我会量身定做 我会帮大家挑选出什么 最好最棒的一个股票 所以你可以看到啊 我帮他挑选的G啊 四星KY之后 你看啊四星KY 我当时候的一个持股成本在917 一路赚到4,565块之后 然后高价开心获利换口袋 加码当开心获利换口袋 拉回2,800买 2,800买反而上来 再怎么样顺势获利出一趟 光是一档股票 你的财务马上增加多少 增加四倍 财务马上增加四倍 你没有听错嘛 哦那么四星KY 哦因为今年有杂音 有杂音短线 哦要要进行处底嘛 啊要进行处底 我们我们当然不能 把资金卡在这个地方啊 所以为什么我要获利出 啊明年后年又渴望怎么样 开始重拾大成长 所以今年在进行处底 我们就怎么样 我们就俊观前面 把资金收回来 包括创意也是一样 我把资金收回来 收回来之后 我转进哪一档股票 莲花科 啊为什么我看好他 今天莲花科没有涨哦 今天收平盘哦 那为什么会收平盘 他在等待什么 如果从技术面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 哎因为现在月线还是还是怎么样 还是往下嘛 他在等待的一个怎样 月线的一个扭转嘛 那月线什么时候会扭转 如果如果没有意外的话 这下礼拜月线就渴望扭转 哦尤其你可以看到他手机美股 赚了将近两个股本嘛 哦那么根据外市这个模型的预估嘛 因为AIPC的一个渗透率要从明年会开始怎么样 急速的拉升 下半年开始怎么样 产品会大幻光芒嘛 哦所以下半年他开始的一个让这个成长会开始加速 哦渗透率到明年会长的一个让这个急速的拉升啊 所以预估啊从今年的一个让这个8% AIPC的渗透率会从8%到明年会跳升到38% 后年跳升到50% 哦最大受惠者会是谁 AIPC包括AI的一个手机最大受惠者就是什么 就是红达店 哦就是联华科就是联华科 哦所以所以你你可以看到 根据外市这个模型预估啊 他预估今年美股哦 渴望挑战六个股本 明年渴望挑战85块 后年预估渴望挑战109块 但是如果说我们从他的一个手机 就已经缴出了一个将近两个股本的一个成绩单 预估第二季而渴望比第一季 因为第二季是传统单季 渴望比第一季啊 大约是持平或微乎的成长 但是下半年会加速成长 所以不排除不排除 哦整个的一个长的一个外市的一个模型获利预估 还会再度的一个向上的一个调高 那再度向上调高 那我问各位啊 我问各位后面会不会长 哦 哦如果说以外市的模型预估啊 现在本益比 IC设计哪一档的一个股票 本益比只有10倍左右 哦可能还不到啊 如果说到后年预估 还不到10倍左右 IC设计很多的一个本益比 都已经二三十倍以上 哦都已经二三十倍以上 再来如果说我们就一个长线的一个角度来看 你可以看到当时候我15年磨一剑啦 我15年磨一剑 我开始第一波发动涨势 第一波出身段哦就大涨了多少980块 哦大涨过后啊进行洗盘 洗盘过后然后第二波从533 我开始展开第二个阶段 主身段的行情那主身段行情会涨到什么地方 主身段会大过什么 出身段嘛 哦这个相信大家都了解嘛 主身段会大过出身段嘛 啊所以各位见到投资朋友 我问各位啊 联化科联化科 现在是买点还是卖点 哦你自己好好想想看嘛 哦啊你不知道要都掌握你 你快来找大师兄 大师兄来祝你一辈之力 哦再来我们谈到的一个 董事长的一个红海 哦红海也是我们代会没有 哦锁定的股票 也是我们VIP的一个特别会 没有锁定的一个股票 哦你可以看到我怎么买的 哦我没有买在最低点哦 但是第二波哦拉回来一个时候 各位进来投资朋友 4月16号 4月16号谁敢买 哦然后再来4月22号 哦也是一样 震荡的一个时候谁敢买 都有需求回证 啊再来5月2号 哇当天怎么样啊 跳功跳功拉回来 我问你谁敢买 哦我们是怎么样 带会员朋友来锁定的 那为什么 为什么我看好他 原因在什么地方 哦因为红海 他有四大动能助攻嘛 第一个动能是什么 AI伺服器需求大成长 哦AI伺服器的一个需求 哦在下半年 又要开始加速的一个成长 第二个通用性的一个 伺服器的一个需求的一个复苏 还有业务转型到ODM啊 哦以前是毛三道士 现在已经不一样了 你现在不能叫他为毛三道士 以前毛利率毛三毛四嘛 现在不是啊 ODM的带动会带动毛利率 一个大举的跳升 还有GB200 哦的一个驱动的一个成长 下半年即将开始怎么样 哦即将开始的一个量产 包括这个电动车的一个业务啊 哦也开始带来他的一个获利 所以啊美系外资啊也将啊 今年明年后年 他的一个美股的一个获利预估值 上调到多少 13.6 17.1 19.1 啊如果以今年获利预估 本利比目前差约12倍左右 哦12点多一点点 哦 然后如果以明年或获年的预估 本利比不到10倍 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 现在这个同业啊 同业的一个这个目标 价都已经到多少了 啊19到25倍了 啊19到25倍了 啊所以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 我问各位后面会涨还是会跌 后面会涨还是会跌 啊包括法轮外跟外资都都大举 啊调高大平等跟目标价 啊再来从长线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 数年磨一件啊 搭上的一个AI体材趋势的列车 营运处在这个成长向上的让头上 那你看我数年磨一件了 哦那现在才刚发动展示 啊我磨了数五年 所以我说真的啦 哦郭董真的很苦 哦郭董好不容易磨了数五年了 忍了数五年了 哦那忍了数五年啊 啊最近才开始发动 那他只会涨 涨两三个月就结束嘛 你好好去想想这样的一个问题啦 啊所以像这样的一个股票怎么做 各位见到时候资朋友 啊你也不能走 来坐大师兄 哦这一波目标会会涨到什么地方 哦相信全市场唯一真正能够啊 帮你掌握到红海 第二波七桑田 一百三八块 大概我想也只有大师兄 哦我的一个操作一切都感 摊在阳光之下 我可以告诉大家有拉回就有上车的机会 下礼拜如果有拉回的话 我可以告诉大家 哦这可能是你后面 后面要要要往上冲的一个这样 哦最佳的一个时机啦 啊你也不知道要怎么做 没关系 哦没关系 你来坐大师兄 或是加入Nine的 或TLK参加我们好朋友 哦那大师兄也都会在 啊标普新链店 Nine的或TLK 无视跟大家一起做分享 哦那当然有些啊 投资朋友会说 老师我之前没那么多 我maybe可能只有五十几万 或是一百万 哦我又不是说像有些大 大企业老板 哇好几亿啊 我之前没那么多没关系啊 我会带你买一些什么 我会帮你量身定做 办理哪一些的一个这样 啊的一个低价股 比如说像像像华龙 华龙你可以看到 当时我从29块半 待会没有一路大赚特赚 到47块4毛 这次的一个拉回34块 哦附近再度锁定 现赚一根涨一百 啊都摊在阳光之下 都有讯息为证 我相信你也都可以帮我做见证嘛 我就告诉大家 今年我的一个主轴 最主要的就是在AI跟中电 啊中电当然包含了一个 台电强挖电往上进 电线电缆类 的一个类股 哦那么像这样的一个股票 如果下周冲上去 我要提醒了 你不要去追哦 因为冲上去前面有套老卖压 但是如果他有拉回的话 又是机会 哦所以这个机会 你怎么样来做把握 哦再来包括的一个银广 哇今天你看 哇早盘还一度压下来 哇吓死人了 啊尾盘为什么会悄悄的一个 的一个拉上来 后市看涨还是看跌 各位见达投资朋友 即将下礼拜即将公告他的一个获利 哦预估手机的一个获利 哇最近美食的一个拉回的一个修正 又回到的一个长 啊又回到的银线 又回到的一个起长区的位置 又回到起长区的位置 我问各位买还是卖 那为什么这一段的会拉回 拉回的原因理由到底是什么 我想这些你要非常清楚嘛 最主要的就是因为他 他的一个血癌药 高速成长 最具成长性的血癌药 哦那因为整个血癌药 哦因为他的一个这样 他的一个出货地缘的一个关系 但是出货地缘的一个关系 所以造就这一波 你看投信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调节 但是全年他的一个出货 公司派也表示 全年出货的一个这样 这个份额出货目标有没有改变 没有改变啊 没有改变代表我这次的地缘 我后面我没有改变 我后面的一个业绩 会加速的一个成长上来 啊而且不只成长上来 而且预估今年啊整个的一个获利 啊包括明年整个的一个获利 会呈现仍然是呈现一跳 是一个成长啊 所以很多这个时候 不是看到这个股价的一个拉回 你就在那边担心害怕 有时候反而是股价的一个拉回 反而又是一个机会了嘛 上次你可以看到从277块你看 买进之后一波飙到347啊 这次又拉回来 拉回来又来到一个全部的一个低点 那我问各位这是买还是卖 哦各位进到投资朋友 你自己好好想清楚 我相信大家聪明人啊 就像什么 就像私自身设备的一个红索一样 哇从714块拉回来 拉回到440块 哇吓死人了 真的是吓死人了 可是你事后回过头来看 股价在飙到多少 飙到1210块 那为什么后面股价能够飙涨上来 原因在什么地方 就是因为它搭上的一个 Covus的一个这样 啊的一个需求 哦的一个 啊的一个成长的一个列车嘛 啊所以你要去了解的是这个嘛 哦大兄看到的是什么 看到很多的一个股票的一个机会嘛 特别是有些那个股票 经过的一个这样 适度拉回的一个修正的一个整理过后啊 啊这些的一个机会 你怎么样来做把握 哦包括的一个望海洋民 下礼拜如果有震荡的话 啊可不可以买 还有下一档底部起掌不必等的一个 主证断的一个标股 哦大兄阿龙阿龙你串好 哦想把握的一个好朋友 想跟上的一个好朋友 你今天你只要做一个动作 第一个 加LINE或Telegram 哦还没扫描的投资费用 赶快扫描一下 只要成为我们的好朋友 或是直接打电话进来 完成登记的动作 下礼拜一旦买点弧线 一旦买点弧线 大兄第一个通知你 让你先这样再说 哦欢迎大家一起共襄盛举啊 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一个好机会啊 如果你认同我的一个操作理念跟做法 也欢迎大家一起共襄盛举 哦特别是在母亲家节的一个前夕哦 那感恩母亲节啊 优惠躲躲开 哦母亲节限时优惠 啊限时优惠 卖一送三 哦大兄最给力 帮你出一半 你一半我一半 感情再不算啊 啊进身大户人家 这个时间点正是好时机啊 哦那这个方案啊 在在礼拜天呢 啊 即将结案了 哦那24小时 哦也欢迎大家啊 啊跟上我们脚步 24小时 哦线上 哦专人咨询 哦那么想要跟着的一个大兄的一个脚步的投资朋友 哦下礼拜我可以告诉大家 大兄都给你传好啊 啊下一档的一个人 啊下一档的一个标顾 第一步起场不必等的一个标顾 想跟上的好朋友 欢迎各位 可以拨打这个电话 跟我们线上的专人员 啊来做一个咨询的动作 0223219933 0223219933 我们下礼拜同一天见哦 拜拜 本公司以望着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其余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并自付投资风情 哈喽大家好 我现在人在善导寺 我们就来看看善导寺附近的路人 都在听什么歌吧 诶同学同学 你下耳机听什么歌啊 我在听这个 哦 订阅理财周刊频道 我也很喜欢这个耶 真的 太有sense了吧 拜拜拜拜 我们海龙不能再见面 哦 按赞订阅留言 跟我一起轻松理财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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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